怎么?三四年前的机器还要两三千 这个就是苹果12 Pro Max 256GB 黑板黑解无锁的 纯元未拆 橙色有98新以上 这个2400多可以到手 比国行省区的七八百 大家敢相信吗? 这个老机型还这么保持 要高刷没高刷 要快充没快充 性能还过得去 A14起码还非常够用 这个是6.7英寸的大屏 单手握持是比较困难的 虽说也是几年前的机器 但是它的总体流畅度还是非常湿滑的 而且这块屏幕非常通透 这个苹果的质感系统就不用说了 也是一直在线的 如果3000多去入手 我觉得性价比不高 但是手上这个2400多 还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你说亮点也没有太多 就是iOS一贯以来的湿滑稳定 但是它的录像 仍旧是目前的第一梯队 拍照可能是够用的水平 但是也总体不差 解析力还可以的 在色彩细节真实 可以说日常也是非常够用的 但如果你追求很高的影调照片 那么可能它就不太适合了 但是在视频录制这一块 哪怕是几年前的这个机子 还比现在安卓的顶级旗舰更好 它的HDR 它动态范围其他方面的细节 饱满度稳定性 仍旧是模仿不来的 所以你在乎视频录制 在乎这个系统稳定流畅 那么在这个预算 它的性价比就是非常高的 也是这个价位大屏iPhone的首选 而且对于有视频和直播需求 它更是饱到未老 在乎视频里面的细节